我就像碾死一只蚂蚁 杀了你就是进马 公主扬言 掐死江里就像碾死一只蚂蚁 萧衡霸气护起你试试 公主的人设确实很歹毒 看上了新晋状元沈玉荣 想把沈玉荣招为驸马 沈玉荣当时已经娶了薛芳飞 两人的感情也是极好的 沈玉荣爱薛芳飞是真 可是这个渣男更爱他自己 更爱他的前途和荣华富贵 早就跟公主有了苟且的关系 公主抢了别人的男人 还想要有个好名声 所以就毁了薛芳飞的名声 说他私通男人死在野外 就连父亲和弟弟也遇难 还真是不给别人留一点活路 薛芳飞偏要活给他们看 从土里爬出来 借用江里的身份回到京城 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 萧衡一开始只是个看戏的 因为好奇 因为不自觉地被吸引 也在接触的过程中彻底沦陷 爱上了薛芳飞 公主和沈玉蓉 看到活着的薛芳飞 都不淡定了 江里故意挑拨两人的关系 让这对狗男女互相撕咬 让恶毒的公主露出真面目 公主发现自己被算计 死死掐住江里的脖子 说杀了他 就像碾死一只蚂蚁 萧衡及时出现霸气护气 我倒要看看公主有多大本事 这是要草菅人命吗 公主的报应要来了 点关注不迷路 一起期待后面精彩的剧情 这 点关注不迷路 不迷路 我们来拍摄 照片 不迷路